2018年度汉字 2018年度汉字 中國選了一個奮進的奮字 台灣選了一個翻天覆地的翻字 日本選了一個災害的災字 香港文記聯也做了一個年度汉字選舉 選出了信義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正面的字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字 這個字是怎樣組成的呢? 左邊是個村流不適的村字 右邊是一個業字 全文解字說信是禮也 即是自禮的禮 禮者是自育也 禮字其實是育字邊的 即是打磨育石就叫做禮 所謂禮不若不成器 你要磨掉它才能成為這些禮 那說文解字主還說 禮得其智之方為之禮 犯物得其智之方也為之禮 那即是說什麼呢? 不單止說你打磨育石的方法 任何事物自理它自得好的方法 那就是叫做禮 你可以叫做道理的禮也可以 可以叫做聞禮的禮也可以 那麼這個信 就跟禮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全文解字主呢 就說信之所以禮之 跟著一句緊要 他說未有不順民意 而能理者 一個治理國家或者社會呢 你一定要順負民意才行 亦民意而行呢 你沒有可能治理到好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 那麼古人其實已經非常重視這個民意和治理的關係了 這個字剛才說是由村和葉造成的 村就是流水的意思 那麼水流當然是順的 我們說順流而下 如果你液水行舟就很辛苦了 那麼這邊是什麼呢? 你看看這個旋書其實這個是人面來的 這個是人頭來的 所以這邊這個葉字呢 很多是跟頭有關的 它的解釋是怎樣呢? 就是由頭到腳 由上至下 是順的 你反過來就不順的 那麼所以呢 這個是有一個會議的 造字的方式 說回頭吧 為什麼這個字會當選了 2018年香港年度的漢字 為什麼會是他呢? 到底那些人是希望見到一個順景出現呢? 還是認為事實上去年一年真的過得很順呢? 如果是的話 我們希望新一年更加順吧